各位TCO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来到TCO小学堂 在这个疫情很紧张的时刻呢,很多艺文表演都暂停了 那台北势力国乐团为了服务喜爱国乐的朋友们 我们就规划了TCO小学堂的系列 希望让喜欢国乐的朋友们可以在家里在线上很安心的来认识国乐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台北势力国乐团的琵琶首席郑文心 郑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线上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来跟我们见面 是的,好,那各位朋友待会儿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询问郑老师都可以在底下提问 我们现场有小天使会帮我们服务,把您的问题pass到我这边 那首先呢,琵琶它其实是一个外来乐器哦 我们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跨界啊,混搭风啊 其实呢,在早期啊,早在应该从汉朝的时候吧 因为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王昭君初赛弹琵琶对不对 所以呢,汉朝一定就有琵琶了 因为传说是这样 文心老师今天准备了很充分的资料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琵琶的来龙去脉跟它发展的历史 来,张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弹琵琶的人很多 我相信现在线上的乐友很多都是弹琵琶的 但是你真的知道琵琶的历史吗 因为琵琶在中国 虽然像刚刚璐璐老师讲的是一个外来的乐器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历史的一个乐器 我常常很骄傲的跟学生讲说 我们很多古曲 只有啊,琴可以跟我们比 我们这个整本古曲拿出来很多 那其他的乐器呢,古曲真的比较少 那基于这点呢 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也要比较多的认识 当然,现在年轻人也很多都是比较喜欢 弹现在那种就是比较舞台性比较丰富的音乐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在古曲里面去 有比较多的浸润 那这个当然就我现在来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琵琶的历史 琵琶最早相传是在秦朝 秦始皇在足长城 就是他请很多那个人民帮他足长城的时候 那时候公渔呢 大家就觉得说可以用什么乐器来娱乐呢 他们把那个险陶 把那个陶骨啊 陶骨啊 大波浪骨 装上险 那就是叫做险陶 这样子来谈来娱乐 那这个乐器呢 就是我们讲说琵琶最早的前身 那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就是从西域那边传来很多那梨行音响的乐器 就是比较像我们这种形状的乐器 那跟我们本土这些乐器稍微融合一下 那也叫做琵琶 那其实琵琶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并不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吃的琵琶 是因为弹奏的方式 我们像那个东汉式乐器 这个历史书里面就讲说 向这边弹 叫做琵 向这边弹叫做琶 当然那时候的字 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琵琶 这两个字 就是这个史书上的字是不太一样 但是也叫做琵琶 所以当时是以弹奏的方法来做这个乐器的名称 那到魏晋南北朝进来以后 其实琵琶的形质很多 我们从那个敦煌的壁画里面看 有五仙琵琶 有四仙琵琶 对 取像琵琶 直像琵琶 有多大有多小 形质很多 那时候 从我们史料里面看出来有很多 那接下来呢到魏晋南北朝之后 到唐朝的时候 琵琶其实是一个 在那个宫廷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诅咒乐器 那如果大家对唐朝琵琶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郑昌苑的那个网络 里面有几个琵琶 香粉是从唐朝 日本的郑昌苑 从唐朝传过去的话 他们的形质的变化比较少 而且保存的很好 所以说 那其实这样讲 刚刚 璐璐老师有讲 王昌君是汉朝 对 汉朝 所以呢 其实汉朝那时候 那个 王昌君 弹的琵琶 对 出西域的时候 他弹的琵琶 应该不是这个形状 应该是圆形的 那个圆形的琵琶呢 以前叫琵琶 现在我们叫中软 叫软弦 因为 在晋朝的时候 有一个竹林七弦 他叫软弦 他很会演奏 这个圆形的琵琶 所以后来呢 为了区分 这个离形音箱 跟圆形音箱的琵琶 那就是把那一个乐器 叫做软弦 所以现在各位看到 乐队里面圆圆的 中软 大软 那这个离形音箱 这种形状 就以后就叫做琵琶 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分开 所以王舟军那时候抱的琵琶 应该不是我们现在形象中 像的这个形状 应该是圆形的 是是 好那琵琶其实是属于一个世界乐器当中弹波 相形类弹波乐器的大家族 像在西洋的吉他或是鲁特琴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系列的 那在这个本土 我们就是我们常说 软或者是乐琴 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过有一些是在中原地区自己有的 有的是融合了西域来的一些特色 就像刚刚讲到敦煌壁画里面 他有很多飞天的仙女是反弹琵琶 可见这个乐器在那个时期 其实已经蛮成熟的一个样貌了 那尤其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白居易写的一首诗 很长的乐辅诗叫做《琵琶行》 我想没有一个乐器 可以让大诗人写这么长的一首文学剧作 我觉得而且它里面把整个琵琶演奏的技巧 手法讲得很清楚 现在完全可以对应到现在的琵琶身上 非常厉害的乐器 我觉得它是我们国乐器之王 因为它两只手的技巧组合起来 可以有上百种的发挥方式 非常的困难 好讲到困难到底难不难学 老师你觉得吗 其实因为琵琶的执法繁复 尤其它因为它乐器比较重 所以说如果以小朋友来讲的话 刚开始学 走出会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报这个乐器会比较辛苦 就是腰痠背痛 然后这个入门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困难 而且还抬头挺凶 然后呢又一下子又一直看着弦这样 我就会觉得好像脊椎都侧弯了 再加上就是轮子这个执法 也就是不是那么容易 想要弹好 要有成就感的话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呢有很好的声音跟很好的音乐 可以回报给你的辛苦 因为我真的觉得琵琶的音乐就是 就是真的很值得大家 来亲近啊 而且它的表现力真的非常的厉害 好我们今天呢 因为小学堂琵琶是第一集 那我们呢就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入门 比如说从前的琵琶是用波子 因为在从日本的琵琶里面也可以看到 它是用大波片用弹的 跟三弦有一点像 大波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琵琶呢 因为需要它的表现力更多 要指甲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今天准备了很多种指甲 那以前在学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种可以挑 我们就是啊就赛洛洛赛洛洛 有没有 露露30年前也弹过琵琶 好现在琵琶有这么多种指甲 老师可以讲一下我们 如果想要学琵琶 它要怎么挑选它的指甲 其实指甲是什么时候 我们用手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像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陪神服的演奏家 他发明用指甲来弹 就是这样 更早以前 这么早以前唐朝就有 没有错 但是那个我们在读白吉利的时候 它里面写 曲终说锅当心话 没错 所以唐朝的时候 这个事情不像现在有网络 一下传到美国去了 所以说可能 他发明用这个指甲来弹的时候 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来推广 对 我还记得当时我学琵琶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做制式的琵琶指甲 那时候我妈妈还托人家去美国 买那个美国 他们那个打字小姐的那种化妆指甲 最早最早 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指甲 后来渐渐的就会出现了这种晒露露的指甲 我30年前我记得还要自己剪 没错 对不对 每个人还依照你的指甲大小 还自己在那边修指甲 那时候的指甲来都是一片很粗糙 那现在我觉得很幸运 我觉得各种科技跟人文的进步 我们现在就不但都有修好的指甲 就是师傅帮你修好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讲究一点的话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形状 你就是自己在私底下再稍微补修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容易多了 甚至多了 那我现在手边好像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基本上其实指甲有很多种 但是我就简单的拿这三种 所以老师有在使用的 对一般有在用 这个粉红色跟这个偏黄的 这个都是叫做晒露露 晒露露指甲 它是一种化学版 就是一种塑料 对其实是易燃的 假如说你被火烧碰到它就是 它不是融化 因为塑胶会融化 它就烧掉了 这样 对对对 所以夏天不能放在车子里面 或者是自然 而且很多副那种以前的指甲 放在抽屉里放太久 它也不是自然 它就整个就糊起了 对就扁掉了 然后发出一种臭臭的味道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你常用的话就OK 这个 然后另外一种白色呢 这个叫做尼龙 这个是尼龙 尼龙的指甲呢 就是实际 就出来的声音 比较坚硬一点 音色上比较弹性 比较硬一点 就是不太一样 那像这个塞鲁鲁一般来说 我是觉得比较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但是因为每个人 他的力度 还有他弹琴的那个角度 跟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做一个 适合你的选择 是 是 另外我们在戴的时候 其实 因为现在这个指甲都修得不错 那各位可以看那个大拇指 我弄白色的 大家比较清楚看到 大拇指就是这个形状 一定不会戴错 因为我们在弹琴受力的时候 会是这个角度 然后 食指跟中指的话 它其实是依照大小小 一般的学生就会问我说 老师请问那我打开的时候 怎么样选食指或中指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食指的话 你就挑一个比较圆 因为这些都所工模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每一副 都会有一点点不太相同 食指你就挑一个比较圆的 中指你就挑一个 稍微偏尖一点 因为我们食指 弹调话 声音色会比较圆 那中指尖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摇指 摇指的时候 大家的指指甲比较尖的话 窄衣比较小 比较好摇 没错 那我们一只小指当然就很好 很好 比较好变得 对 另外就是带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一般来讲 我觉得会有 有些学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用桌册 交代比较清楚示范 有时候大家会 交代贴到上面 那你不好吧 底下就多一节 如果你会谈到交代嘛 会有一些杂音啊 或者会把黏黏的东西 弄到弦上面去嘛 所以我们其实 那你如果带太下面的话 会掉 它就是会有一个那种 摇来摇去的那种不稳定的感觉 是 所以其实国人有说嘛 过犹不及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们就选一个合适的位置 那差不多是这样子 大家各位看一下 我这个是透明的 我怕 顶着指甲的下缘 我怕会比较不清楚 这个透明的 这样子 这样子来带的话 你可能就顺手又合适 现在真的很幸福耶 我们以前那个指甲好大一片 你真的是交代黏哪里都不对 是 对 还要修好 对对对 好 功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其实您刚刚讲到 那个曲中收拨当心话 我也很怀疑 因为它里面还有什么 轻隆慢脸抹腹挑 这个应该也是右手的指法 还是说其实左右都有 对不对 所以它可能搞不好 它有指甲也有脖子 有没有可能 这个需要那个 时光机回去看一下 我们先让它解决 你刚刚讲的这句 其实很多史学家都有研究 是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很难 轻隆 有些人讲是左手 对有些人讲是右手抓起来 对对 这个都不 因为我们现在的名称 并没有这几 这几个 对隆 并没有这个指法 对所以 所以就是靠想象去猜 可能是什么指法 对很认真 他搞不好会弹琵琶 好 这题外话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请老师把琵琶拿起来 因为小孩子学琵琶 最常遇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啊老师我怎么怎么按都没有声音 或是都有杂音 弹不出漂亮的声音 嗯 那就是初学的时候 我会希望同学们啊 就是按在这个琵啊 的上面一点点 好 这是最好的位置 这个横的叫做琵 对一根一根的这个叫琵 我们现在是有六项 二十四琵 有一些就会有二十五二十六 因为后来 乐曲的发展需求 对 那你按的位置呢 如果是在这里 你当然就声音不好 或者是你刚开始弹 还没有很熟悉他 就是碰到而已 好 这种声音就是比较 压得不够下去 对 所以你最好是 按在这个竹子的上面一点点 哦 这里就会出现 贴着竹子 对 这里就出现比较好的声音 嗯 好 那基本练习呢 比如说一定是第一把位先嘛 可是小孩子第一把位 通常吊着他很痛苦 老师觉得呢 还是得从第一把位来 嗯 现在有 我们如果年纪小一点了 对 有那个儿童琵琶 哦 所以四分之三的琴就对了 如果呢他还是第一把位很辛苦 那我们可以考虑先从第二把位入手 嗯 但是大部分我们还是尽量就是用第一把位入手 对 直把的问题 那你刚讲掉的问题 嗯 譬如说他手指这样 他这边就会按不到 哦 在下面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太高 所以这个 这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角度 就四个手指头可以很均匀的分配在上面的角度 所以每个人自己去找嘛 嗯 这个大拇指呢 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因为有些会这样 你就按不到 对 所以后面 所以我建议说 比较初学的话 我们可以在后面这个大拇指贴个胶带来规范他 哦 就说你不要太 离胶带太远 这样我们这一个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就是小朋友每次弹你就要提醒自己 我的大拇指有没有按在老师跟我讲的位置上面 对 在那附近 对 如果你太里面你肯定就是会变成这样 你按不到弦 你没有力气压下去 然后弦要往下压 好 那老师先帮我们弹一首文曲好了 琵琶很厉害的是它文武双拳 它有文套曲也有武套曲 这个都是鼓曲传下来的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一段文曲 老师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乐曲 我今天给各位弹一个飞花点萃 它是迎走鼓调的小曲的片段 拔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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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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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